大家好,欢迎收看8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,我是方家伟 行政院圆明会为了加强全国250个文化健康站 照顾服务员学能以及食物的运用 来提升专业、处育能力和行政的效能 并且在原住民文化馆办理了研习季观摩的活动 让照护员能够带回新的照顾服务思维、创意和启发 促进文化和族群特性之间的照顾服务内涵 圆明会为了加强全国250个文化健康站 照顾服务员在学能以及食物运用上 来提升专业、处育能力以及行政效能 并且通过观摩活动 让照顾服务员能够带回新的照顾服务思维、创新以及启发 促进文化与族群特性的照顾服务内涵 圆明会为了三天在原住民文化馆办理逛幕演习活动 来自华林县100个文件站的站长和照顾员 来听取食物操作的文化健康站 去王纪或是去哪里去做聚会 那这样的方式 因为它很日常、它很生活化 我就把它变成我的课程的设计 因为我不是那个师班学业毕业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教案 我也没有写过计划 神办就跟我说就放一个框框里面照着写就对了 可是我就是不会啊 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他们一样 可是如果我写得出来 那个就叫做教案 那个叫做教案 好 我就用我的方式啊 我的日常 因为我固定就会可能礼拜五、礼拜练我就会撒布 那散步呢它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它会让这一个礼拜工作的时候很轻松 什么话都可以聊 那你就会知道说 诶 譬如说我今天是我举办 是我Varis举办 那我就说诶 你们礼拜几来我家要一人一道菜 那认识我的人就会知道说 因为我不喜欢那个油烟味 那个厨房的油烟我不喜欢 所以我的每次出的一道菜都是烫青菜 或是水煮 因为我真的不太喜欢演那个油 所以他们就知道说 去那个巴里斯的家 他一定就是烫青菜啦 要不然就水煮啦 知道说A加B加C加 他的生活的饮食 有些人就说 我说有时候就买那个 去那个黄昏市场买个 买鸡肉比较方便 那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本来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啊 你就会知道说 诶 原来老人家有时候要聚会的时候 来不及的时候他就会买什么 为什么他要买鸡肉 为什么不要买那个 不要买烫青菜 一定有他的理由啊 会就是说 诶 这次的聚会里面 有些人好像很久没有吃到那个 啃鸡脚 我就来吃 那啃鸡脚里面他又算是什么 他有没有很好的交织 或是他算是在六大食物的什么类型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样的类型 你不要讲 你不要跟长辈讲说热量或卡路里 他会生气 因为他们本来就吃不好 能够让他们开胃 我觉得这是在我们文件站 能够可以做的事情 而这是专业研习课程包括文件站 食物交站分享 内容 含地方政府部件文件站的策略 以及成效 开展经营以及资源连结 讲者文化饮食以及营养 简易医疗服务以及永续经营的概念 融入文化的火药老化方案 原向健康照顾的模式 性别友善长者空间不止于应用 尽管文化安全以及照顾导论 性别平等健康照顾等等 记得终于欢迎收到